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讲这个震撼教育理念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要从心去突破 我们有几句话就是说 心性的长进 小我的真我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内心的力量 这个心性有二性 一个真性 一个我们的心性 一个信念 就是相信 这个性跟那个性一定要相结合 才有可能精进 以及不断地长进 我们讲说这个教育 我们以前的这个概念就是受教了 古人讲受教 好歹都得受教 以前我父亲说话很简单 好歹都得学 就讲完了 那我就发现这个好歹都得受教 为什么讲从小我到真我 受教就是小我 当我们受教 当我们受教聚足了以后 就成为真我 成为大我 成为这个聚足的我 成为不可思议的我 为什么讲说内心的力量 内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我们什么事情都得内心 行住坐卧 这一生中的所学 通通都要保持所谓的内心的力量 说句实在话 内心这个东西是唯一力量 这是一般人很难感受到的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缺少内心 内心这个东西不是偶然的内心 始终有自己的一个特别的个性摆在那 不到内心不内心 不想内心不内心 认为自己是对的不内心 但是我们以前小时候概念 就算是自己认为是百分之百对 还是要内心 才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做力量 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喜怒悲言 有的人就问我说 为什么不是喜怒哀乐 说句实在话 喜怒哀乐 那就是个人的情绪 是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讲喜怒悲言 一个家长也好 一个老师也好 要师父也好 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教化 都离不开这四那领域 四种精神 有愿没有吗 真的没有 说出来吧 一回快 太好 太有愿了 这次在真汉教育里面 除了有师父本尊的演员以外 你们还看到喜怒悲言 是个师父的角色 其实这个是师父 他四个面相 以及四个心情 因才师教 就是从这边而来 大家可以从剧里面 慢慢去体会 欢迎一起来观赏 我经常讲 事业上有两种人 一个就是老师 一个就是学生 反正不是你教我 就是我教你 不是你教他 就是他教你 但是我们要永远以学生自居 身为一个演员 在这次的舞台剧当中 得到最大的收获就是 学习怎么样 重新当一个好的学生 学习的过程中 也变得越来越喜悦 可以当一个快乐的学生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这个震撼教育里面很多的片段 都是我们小时候的 小时候的经验跟体验 有很多事情 我们都是小时候就发生过 可是有时候这个发生事情 他是怎么来的呢 是来自于刚才我讲的 对于人的敬畏 还有对于人事的忠诚度 还有对于人的仁慈 我们小时候其实 大人都会灌输我们这种东西 然后对于人的严谨 很多事情都是碰到了 然后我们在编剧的时候 就一步一步的把它理出来 因为剧本来就是比较短 人是这一身中是很长的 然后我们就尽量用一个很简短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剧 我们讲刹那就是永恒 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学到每一个当下都是责任 千万不要忽略那个短暂 美门2024年的功夫舞台剧《震撼教育》 只要来看这部戏呢 相信大家都可以对于教育跟学习得到许多的提升 更能够明白受教的可贵 以及能够遇到名师的喜悦 在教学相长中得到成长的快乐 欢迎来看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